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借助了整个贸易战 借助了一个美国之音的标题 贸易战 香港问题 四中全会 结果他这个题目偏偏就把 10月1号人家习近平要称帝 大阅兵给跳过去 但无论怎么样 这是一个现在中国的状况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林郑月娥一说撤回 等于把王沪宁那个鸭子脖子 就像鸭子似的 你别多想 鸭子脖子就这么一拧 拧了八百圈 一套圈 把那个鸭子嘴从这个圈里头一怼 往火里扔 北京烤鸭 没开堂就 真的 林郑月娥的撤回 就等于把 王沪宁的宣传那鸭子 就这么拧着脖子 然后套个头 出 把嘴从那个自己脖子里头钻上 憋死他 憋死他 但林郑月娥没有任何意识 你可别想说 林郑月娥是整王沪宁 没有 他是表公 他是希望 伺候习近平能伺候舒服了 不能高估贸易战香港问题 对习近平权力的影响 独裁体制之下 独裁者有无限的权力 但不必承担责任 这是真的 只有丧失权力才承担责任 而不是因为需要承担责任 才会丧失权力 是 这是没错 习近平走到这步 他要下台只能有人杀他 其他都没有 但我们说的这是表面 在我眼睛里这是表面 因为天意就是天意 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讲 你永远有的说 永远说不到点上 所有的树木 好看的不好看的 所有的花草 它一定有根 对不对 它的根 是树木表现出来的 你如何形容的一切 那根是根本 人的眼睛 谁去看那个树根 没有人看 对不对 没有人管 人们只欣赏表面的那份用火 是吧 所以凡是有根 人的眼睛看不见根 人 必有灵魂 没有眼睛能看见自己的灵魂 人人都做梦 没人能够把梦拿到这边来 就像我这儿白过的 就这么基本的道理 今天的人就贪婪所致奔到奶奶的奶奶的那个家里头 他就没有这种意识说 哦 东西应该是有根脉的 哦 我应该这么看这个问题 哦 这个花草的漂亮 只要把根绞了 它立刻就完了 表面上毫无受死 这就是共产党害人的 说你家是高级动物 说你人的别称叫高级动物 就把你的根脉毁了 人就不是人了 对不对 表面人不狗样 什么样都有 是吧 呃 鲁难回应说 固然独裁的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 但他权力掌握 拥有权力掌握国家机器 文革 文革时期经济崩溃了 呃 没有什么反抗活动 那是因为共产党的银威 老百姓像神一样供奉他 老百姓像神一样供奉他 你就没想过他是魔鬼来的 你还在政治角度去说 呃 所以我说就说不到根脉 共产党的表象是 现在讲的这些都是表象 他的根脉 你看不到那个根就是魔鬼来的 所以你埋在他 他没用 你也够不着他 他也死不了 呃 贸易战 呃 他讲说 四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原因 一中全会立牌 二中三中修改宪法 之后贸易战 呃 香港问题服从于贸易战 不是 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贸易战 你看他习近平还还还还整吗 爱咋咋 呃 跟刘鹤说 本来九月份要谈判已经转到十月份 刘鹤之前打俩电话 川普都说他打俩电话 国内就不承认 你说当胡来吗 你们家那么大脑袋 说我打过电话 就没打过 你这国家都到这份上 你最顶层的人到这份上 还哪个大哪个小 根本不是 呃 重心回归到中国国内的议题 这个标题要这么说就太麻烦了 他是自始至终都是国内问题 没有国外问题 贸易战打击的是中国国内问题 对吧 香港问题 他为什么这么封杀 他也怕国内问题 永远没有外面的问题 共产党永远杀自己人 共产党杀自己人 只有共产党要保住自己 对吧 那外面 这么多年来 外面他人数太多 谁能吞掉他 不可能吞呢 所以对外有什么 谁敢去跟中国开仗 没有的 对不对 港澳办林郑月娥 今天都召开记者会 传林郑月娥辞职打算 林郑月娥跟港澳办有冲突 其实这是这是真正 那冲突的原因呢 林郑呢 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就说从生命上 他耍性子 港澳办说 北京有权力单独进行 就是单边进行紧急状态 那等于就把林郑给否定了 林郑反击港澳办 我给你撤回 他已经撤回送中条款了 你北京还能单边进行如何吗 不可能了吧 所以实际是干起来 北京是操盘手 他录音流出来正好是胡锡进和香港的陶杰 在对话之后 我胡锡进根本靠不上上 在这个问题上 根本就靠不上上 路透社放出录音是一记响记耳光 毕竟胡锡进不是第一次被打耳光 哪里是打什么胡锡进的 他没资格 那个录音打的是习近平 共产党官不是你想当就想当 不想当就不当 那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林郑月娥的辞职不在他手里 林郑月娥齐坏 路透社的录音里头 他是跟欧美人讲的 他用了欧美人的价值观 来表现自己的委屈和无能威力 而那些人是1989年之后 在香港成立的智囊团 而这份智囊团 他们写出来东西是给欧美政府执政者 作为一种参考资料 所以他充分用了在正常社会中 一个公务员应该有的价值观 跟欧美人沟通 欧美人的心思不像他们这么深厚 而他万万没想到 被人录音给拿出来了 一拿出来 就等于把习大的脸抓下来 摔地也摔碎了 所以在第二天 他在记者会上的说 就否定了 他要辞职 他受委屈 全给否定了 对吧 但是否定完后 他就说那是私人谈话 没有任何目的 那拿出来就不太合适 这个就是非常嫩的 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在一个正常人的环境中 拼命把自己当成共产党的高级动物的 这一类人犯的致命错误 就类似于7月1号 冲进立法会 香港警察的这个谢震忠 靓载 警察严正声明 结果手表放在下午5点07分 一个道理 香港问题通过强力手把镇压解决问题 但贸然出兵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 我觉得太浅了 不能取胜失去民心 受到各国制裁 香港成为臭港 四中全会是否还会拖延 他下面还有太长了 就这么长的评论 就这些啊 这么长的评论 没人能讲出香港人说出的 与神同行的话 就连学生进入了 7月1号进入立法会 万劫不复 退无可退 他们都没有能力讲出来 更不用说 天灭中共 是喷在紫金花上 是8月31号 当时在金中 人们在金中几万人喊出的口号 你做什么评论 对吧 香港人的认知走到那一面了 你这些 远远比不上抗争者对生命的人 反正这也是现实 人家有人家的活法 人家有人家做法 我们只是借助这个标题 可以看在我眼睛里 你可以看到 真正真正的四中全会本身 就是习近平自我贪婪 自我标榜的本身 她的生命特质 现在表现出来的概念 跟林郑月娥是配对的 他们俩是一样的 林郑月娥不顾计香港如何 只顾计她个人 习近平不顾计中国如何 中国如何 只给她自己标榜 当没能力标榜的时候 我自己标榜 两个超级自恋者 所以共产党不死太难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